内湖村旁北市溪沿岸山壁 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土石松动滑落 虽目前居民先用帆布遮盖避免灾情扩大 但考量到滑落地点上方有民宅 为保障安全也提出陈情 判有关单位协助修缮 我们拨这条就是北四银 这个增头很多人都大 一些山边都崩 把房子蓋起来 在德汁内湖村有散佩 土石滑落影响安全的情况后 先院无畏方油耗服务团队 也邀请有关单位前往会刊 希望能够紧述研议有效办法协助改善 最近雨量比较大 我们入古乡 我们内湖村 龙山庙旁边 双坡都冲坏了 坏的话旁边也有住家 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有来会看 来看要如何来改善 希望说我们这些县政府单位 还有一些水保单位 能够来协助他们能够把这个刷片 滑落的部分来把它修复好 会看过后卫保障地方环境安全 先院也后也表示会减速厘清 该处所属选择 并要求进行修缮工程 让地方安全更有保障 那在今天的话 我们特别也因为陈情人有跟我们这边 跟许淑娃立委这边做陈情 就是因为近日来讲的话 有些大雨它也造成了土石冲动 而影响到民宅的一个生命安全 那所以说今天的话 还来去进行会刊 那后面也要会再持续厘清 它原本的构造物是属于水土保持局这边 以前所设置的或是属于台大时间龄这边 它还来去做一个厘清之后 后续尽快的也报警他们去做抢修的工作 以维护内湖村这些居民的安全 议长和尚丰也希望会看后 能够厘清该处的所属权责 并结束来进行抢修作业 才能够维护地方环境安全 让民众安心居住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答